记者张忠义高雄报道,不为大环境景气差,高雄市仍有杂技艺打造顶级牙医诊所,并聘请高医班底牙医,提供医学中心及医疗服务,今天开幕是逢父亲节,院方病免废涕时对父子进行牙科治疗,为劳爸爸辛劳,玉康信和美牙医诊所和昆年院长感叹指出,近年来有许多年轻夫妇因为高房价, 低所得等经济困境而不打算生小孩,导致台湾少子化情况越趋严重,为感谢勇于生育,提高台湾未来劳动力的新手爸爸,所以急助父亲节推出口腔及牙周3D渐渐活动,来鼓励新手爸爸,信和美医疗集团发言人许公言提到,近年高雄的医疗环境出现重北青南, 南高雄几乎没有大型牙科诊所进驻,其他行业也纷纷出现倒闭潮,许多老牌店家疯传财务危机,南高雄很久没业者投资服务业,但信和美却逆向操作,是资金议员贴购诊所设备并聘请专业医师群, 就是对高雄仍抱有信心,并想改善南北资源不平等情况,徐公言指出,玉康信和美决心打造医学中心级的五星牙医诊所,因此特邀四名专业医师助诊,包括前高医牙科部主任何昆言及前高医牙科部第一门诊主任吴义民,带给南高雄民众优质的医疗服务。 此外,诊所采用德国知名品牌3D电脑断层扫描仪器,超低辐射量,快速成瘾,清晰准确,是牙医师诊疗及手术的最佳帮手,另也引进少痛、微创,少麻醉的牙科白雷射,使病人在手术后能更快恢复,增加糖尿病与高血压等患者治疗的安全性。